Hello,大家好,我是鞋底 今天呢,蓝天白云,阳光和煦,微风徐徐 这里呢,就是新西兰的首都惠林顿 这港湾里边啊,你看停了很多艘帆船啊 因为新西兰人呢,非常喜欢航海 所以呢,新西兰人有钱的标志呢,就是 有车有房,还有船 这临渊限于,不如退而接往 与其在码头羡慕别人都有帆船 我还是研究一下如何发财吧 欧队综艺雷啊 法国博纳多翱翔式自流 哇,有这么一艘船啊 再抽上几个朋友,一块环球航行 价格呢,也还行 300多万,400万 这也还行,是暴露了我土豪的身份是不是 惠林顿啊,也是一个天然的港湾呢 依山傍海 它呢,位于新西兰北岛的 里面中一个冬天啊,还有一个冬天的 冬天啊, 担沙 汇林顿 汇林顿 人口不是很多 只有45万人 港湾真的是 风平浪静 非常干净 对面就是 汇林顿的主要商业区 今天刚好是周末 哇 这人很悠闲 哇 在市中心居然有一个这么高的跳台 哇 哇 哈哈 哈哈 小孩儿胆子大 来来来 继续再跳一个 哦这还有个美女要跳 哎拍一下美女跳水 小朋友你行不行不心脏呀哈 让美女先跳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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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要跳了 哦 这应该是两兄弟吧 你看他哥哥又再给他表演一次 哇 哈哈 他哥哥都跳了两趟了 这还是要怂恿 哦 哦 好了超越自己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总算是等到这个美女要跳水了 这不又得磨一身子 你看这 这美女跳得太快了 我还没来得及开机呢 她是从这个地方跳下来的 看来 没有几个人像那两个小孩儿一样的 哈哈 傻孩子知道吧 正常人类 傻小孩儿 你看那两个还在跳 哈哈 太有意思了 自从成功过一次啊 真的是 就第二次第三次了 惠林顿呢 还有不少艺术作品 因为它呢 是南半球的艺术之都 这边呢 就算是惠林顿的中央商务区了 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啊 生活在惠林顿 那这边是拿这个 船的这个甲板木头吧 搞的一个造型 那边那个大楼 楼底还有一只手 看到了吗 很有创意的一个公共活动区域 还有一只手 啊 透过这个孔 又可以看到另一个雕像 今天呢 是周末 这不愧是南半球比较出名的艺术之都 中间有一个球 那边有一只手 这还真的是一个艺术中心 它这个城市风格真的挺混搭的 啥都有 这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这种艺术品 我的感觉艺术家在割韭菜 这啥风格都有啊 一只河马 这像是饿了半年的狮子 这个怎么这么瘦啊 这儿呢 是一个仓库停车场 你看这边画的各种鲨鱼吧 是不是 看到这些鲨鱼啊 我又想起了斐济的鲨鱼浅 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的 历史悠久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吃亏就吃亏但历史太短了 就是没有什么古迹 那么这是没办法的 没办法改变的 只能说是拿时间来夯 用多久呢 可能用个几千年 你看那个如果你要去那种历史悠久的城市或者国家 随便一个名人的故居或者是一个名人的墓地 或者是一段城墙 哪怕是残垣断壁 或者是一个考古遗址 哪怕就是一点土包包 都有游客来买单 只要故事讲得好 我昨天就看到这家中餐厅了 如果能吃到一个正常的麻婆豆腐 口水鸡是不是 这就相当于是快餐了 看到了吗 炒了几个菜 哦 米饭加面条 再加个小沙拉 选一个菜就是12块5 两个菜14块5 三个菜16块5 我点了一个这个 嘿嘿嘿 新疆炒拉条 19块5 这个风量是有点大呀 这个 我感觉 这碗面吃完 今天都不用吃饭了 还有什么年夜饭的什么事 今天是中国的新年 我呢 嘿嘿 在新西兰的首都惠林顿 自个过一个节 准备到超市采购点东西 这是碎牛肉 新西兰的 这个应该可以拿来当饺子馅啊 因为我要自个儿煲饺子 它这边这个肉 品种是多 哎呀 没有特别适合我的 这个是 还有还是特价的 这是个小羊腿 哎呀 其实我也就是想呢 买上 要不买两个羊腿 就刚好特价 就直接清炖了 知道吧 拿那个胡萝卜 直接炖 四根胡萝卜 炖那个羊腿 嘿嘿 清炖清炖啊 好了 这个牛肉馅有了 饺子吃什么馅儿的 这还有香菜 一般情况下 就吃这个 葱子 它这边还有大葱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买个大葱 回去切一下 是不是 这是不是得要两根大葱 搭配这些牛肉 我看一下还在吃小葱吧 大葱感觉 切起来比较麻烦 这个小葱就行了吗 这个有这个牛肉 有这个小葱 当馅儿 按理说还得放点啥 哎呀 我有的时候 也不太会 我是不是还可以买点这个蘑菇 是不是啊 买上三个蘑菇就够了 剁吧剁吧 包饺子吃 要什么 香菇牛肉 小葱馅 这个买面粉的时候呢 我想起了一位朋友 他曾经呢 买面粉 买了一袋白糖 哎呀他这个面粉真的太大了 这1.5公斤的 就没那个小包装的 2块7毛9 就买这种高筋粉 大超市的水呢 就便宜了2块4毛多 就那种小超市的水特别贵 可乐也贵 节假日了吧 我还是买上两瓶可乐喝一下 都买这种无糖的可乐就好了 行了 基本上都齐了 这就是我值办的年货 54块钱 好了这个视频呢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也在这里呢 给大家拜个晚一点的年啊 因为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可能都初六初七了 就这样子啦 新年快乐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